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延烧 国内在昨天新增了72,921例的本土个案 这个案例的数字是稍微的下降 但是这当中让大家比较紧张的 就是中重症的个案有575例 死亡案例211例 双双创下了新高记录 其实国内从前天开始 致死率正式突破千分之一 在昨天更达到了千分之1.05 因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说了 这两天死亡的人数一直增加 值得密切关注 但是没有任何的异常 不过工卫学者则市井指出 国内染疫的死亡数字 平均13天就翻倍 现在已经位居了全球第二块 呼吁政府加强分析找出原因 否则这个死亡人数还会再翻倍成长 好 进一步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现在这个致死率 在昨天已经正式达到了千分之1.05 因此所谓的陈时中房间正式被攻破了 好 工卫学者现在提出了13天的时间 就让死亡人数翻倍 因此要赶快来进行检讨 前疾管局长苏毅仁也表示 我国实施快筛羊 就给药的政策已经满月了 死亡数依旧持续的创新高 中央应该要检视染疫亡者的给药流程 到底有没有延误 不能够只关注在每天口头报告 开出多少份的抗病毒药物 蔡政府的防疫表现 现在不断的遭到外界质疑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 前天在脸书回应说 8400亿元的防疫振兴预算使用的状况 他说每一笔钱 其实都有受到国会的监督 但是网友立刻开酸了 现在其实绿营在国会就是过半 那么该如何监督呢 在野党立委也炮轰 两年多来防疫经费 没有花在刀口上 黑箱作业 其实比比皆是 俗奎的洗脑文章 根本就是道地的做贼和抓贼的假讯息 还要来关系的是望报的头版头消息 受到外需旺盛 人民币的汇率走贬等因素 大陆的海关总署 在9号这一天公布最新的进出口统计 5月份的表现超出市场的预期 单月的外贸总值来到了 5377.4亿美元 年增是11.1% 其中出口的部分 3082.5亿美元 年增率则是来到了16.9% 成为近4个月来的最优表现 进口也达到了2200多亿美元 年增率有4.1%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 现在看好的是大陆外贸出口潜力 还没有完全被释放 再加上官方的政策助推 6-7月的外贸表现还会继续的反弹 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